有人爆料说他在鸿海旗下的群创光电工作 但是薪水只有领22K 这样的说法能引发网友质疑 老板郭台铭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此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再度亲上火线 强调鸿海的作业员领的薪水是两万六千块钱 并且要调查所有关联性的企业 同时从5月1号开始全面比照鸿海的薪资标准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大动作公开 一项被列为机密的红海集团的薪资标准 不但强调红海底下没有22K的工作人员 还要全面调查红海旗下相关企业 5月1号开始调整薪资结构 比照红海标准 如果关联企业 我的股份就大大一个程度 我可以去改变他的这种关联企业 我将严格规定 郭台铭强悍回应经过公司彻查后 并没有这位只拿22K的群创员工存在 但如果有他欢迎对方拿新思条来找他 他会设法来解决这问题 并再度对是否买下一些公司 只发给大学生22K薪资的立场做说明 红海计划采购大陆厂商华为的设备 在NCC审查时引起郭台铭扬言抗税的风波 郭台铭表示他没有强迫政府得一定通过申请 但如果不通过 希望政府也能用法律告诉他是哪里不通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